11月23日,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纸桥承重结构设计大赛正式拉开帷幕 共有200余名学生参赛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经过近10个小时的赛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制作的重182克承重近21000克的纸桥成功突围获得第一名 参赛选手告诉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的纸桥大多是参赛选手们经过长时间的思索、设计并制作而成 选手们使用普通的A4打印纸,利用双面胶将一架架纸桥粘接出来,并现场测量纸桥的承重能力 我们排名是D,然后我们纸桥的原重量是182克,它承重是21000克左右 纸嘛,它抗压是很强的,但是由于这个面积比较小,受贺载比较高,它会失稳 我们这个主要是解决失稳问题,纵向、横向都是由于三角形的稳定性 在实际上运用力还有专业上的方法,就能使它承重比较多 据记者了解,纸桥起源于英国曼车斯特大学,是该校学生的一项科技活动 由于纸桥原理易懂,实践性强,抑郁操作的特点,已被中国许多著名大学中学引进 深受广大学子的喜爱 让我们把理论真正的运用到实践之中,然后通过组员之间的沟通 我们真正的把书本上的知识用到了实际中,做出了一个实际的纸桥 虽然说这个纸桥与实际的工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 让更多的同学感受到桥梁的魅力,感受到桥梁结构的一个神奇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培养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桥梁实现跨越,不断摘取世界桥梁行业的桂冠 越来越多的中国桥梁走出国门,成为处立在海外的中国地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